又有官员涉滩 高雄检调大举搜索了官务署高雄官 结果发现海关人员涉嫌包庇进口战略管制 货品多达上万件 而且这些管制品呢 都是限制不可以输往北韩伊朗的 那么检调单位一共带回了29名官员调查 发现海关人员包庇放水 收汇还每周结算 甚至呢在路边就交钱 这简直像是电影《雷洛传》一般的夸张 那么目前已经有一共7位海关官员遭到了收押 身穿蓝上衣的高雄海关股长靠在机车上等人 没多久另一名身穿白上衣的男子靠了过来 原来他是报官行的白手套 两人热络打招呼聊天 没多久白上衣男子掏出一大碟现金交给海关股长 海关股长手脚快速把钱塞进口袋 这笔钱是汇款 海关收钱还大喇喇的在马路边交付汇款 行径嚣张 检调查出海关8年来收回3000万 帮助五金业者逃漏税达数十亿元 海关官员夸张地把汇款当归费 派人向业者收钱回对上分赃 宛如电影《雷洛传》翻版 更离谱的是包庇放行的五金机械中 还包括管制出口的核武材料 不肖业者从日本进口海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行 核武林舰再从台湾被转运到东南亚国家 最后流向是不是北韩或伊朗签动国安闲金 也引发国安单位的关切 故意不去做一个查契 以美贵2000到3000元不等 就是的这个汇款 不下官员替战略管制品护航上万件 办案人员形容海关官员钱收到口袋古道爆开 目前已经有七位海关人员遭收押 层级最高到分队长 是不是有更高层人员涉案 检调还要扩大追查 周天新闻季博士报经营 SNG小组高雄报导 周天新闻季博士报经营